大家好我是黑料汁 今天分享一道鲜嫩多汁的黑椒牛仔骨 希望大家会喜欢 首先把洗净的牛仔骨攒成小块 我这个液体擀成80块 就是在网上买的 感觉有一些还是不是特别好 肉比较少 但是我女儿超的喜欢吃这种 现在出饭子把表面的水分吸干 这样吸干的话等下腌制的时候会更污味一点 朋友们准备一些料头 有洋葱 小葱 香菜 芹菜梗 跟蒜头 把这些料头全部加入到破壁鸡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直接给它打粉汁 把打好的蔬菜汁过滤出来 加入一半的蔬菜汁不用倒完 一小勺盐调味 一小勺白糖 适量的黑胡椒粉 一小杯米酒去新增香 一勺酱油 半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提鲜 右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过后打入半个蛋清 一点点玉米淀粉 然后再次给它混合均匀 我觉得牛肉就是跟黑胡椒特别配 就每次我们要是去吃牛排的话 就必须要点那个黑胡椒味的 超好吃 像这样彻底给它混合均匀 腌制15分钟 准备一些蒜粒跟姜粒 各准备一小块青红椒切块 准备大半个洋葱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锅热过后倒使用油 油了过后像额大厨 不火慢煮 先不要去翻动它让它定型 把它撩回香锅 然后底下定型了就可以翻面 像这样热锅下去煎的话就不会翻过 好了朋友们像这样子 煎净两面都好了就可以了 煎盛出来备用 一起锅倒入少量食用油 接着下入姜蒜炒香 炒香以后下入青红椒 现在加入三勺胡椒煎 把黑胡椒煎的香味炒出来 倒入少量清水 接着煎锅里面铺上洋葱 烧开后倒入适量水电粉跟芡 然后我们可以把沙锅热 倒入牛仔骨 把它翻拌均匀 让每一块都裹上黑椒醋 然后把牛仔骨倒入到沙锅里面 家里面没有洗锅所以用沙锅 盖上盖子煮30秒 让洋葱跟牛仔骨充分融合 一道非常鲜嫩多汁的黑椒牛仔骨就做好了 今天做的小孩子爱吃的花隔蒸蛋 还有鲸鱼牛仔骨 海带丸子汤 这些热肉 是什么样的 我一样 我个 我 我一样 我一样 我们就不记得了 完了 老大你每次都记得 记真好 稍微一起来 美 走 不吃 會不會吃 媽媽吃 我 下年就愛吃肉 更好不高 媽媽 為什麼這個脆脆 這個還餃 因為我這個吃不住 我要餃 你要吃脆脆脆 你要吃肉 脆脆的也沒吃啊 不要吃這個脆脆 吃表面的肉 這次買的這個肉不是很厚 不好吃 不要包 我也覺得很香啊 香不舒服喔 紅紅喔 不是紅紅喔 紅紅叫什麼 紅紅 叫什麼啊 紅紅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很尷尬 吃不出來喔 枸杞 枸杞 對 枸杞 對枸杞 你要記得紅紅就叫枸杞 紅紅 枸杞 對 甜乾淨了 真棒 再吃一塊肉 媽媽看我怎麼吃很香的 好香 被甩到我眼上了 上次你放進去我要吃了五塊 這次要吃幾塊 六塊 六塊 還有 我欠了 我欠了 加油 我欠了 妹妹 媽媽 好緊 加油 蛋蛋要吃 還有爸爸 弟弟哥哥還分給你 加油 哥哥對你這麼好 點個膠 啊 這丸子太好吃了 這丸子太好吃了 很好吃 麻辣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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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